内地对多个行业加强监管 拖累互心和本港股市受压 恒指急射过千点 录得超过一年来最大跌幅 内地先后对科网和教育行业 以至楼市加强监管 市场抛售相关股份 恒指低开近500点之后 跌续步加剧 美市大跌过千点 收市部26,192点 跌1,129点 成交较上个星期五急增9成2 有2,682亿 经互联沪通投资港股的北水 正流出规模增加至超过63亿 连续6日合共正流出超过236亿 大市在转差的话 或者当时的情况 看到北水 依然有个比较上的积极的沽货情况的话 相信大市在往后的时间 有机会可能年大概25,000 都有机会见一见 工信部表明 未来半年整治互联网行业 科技股成为跌市灾区 恒生科技指数下挫6.5% 至一年低位 内地亦发出指引 维护餐饮外卖员的权益 美团跌1.3% 腾讯跌到490元 连同阿里巴巴三只科网股 拖低恒指超过600点 海底撈预计上半年顺利倍增 股价仍下挫1.6% 是表现最差蓝筹 公用股逆时靠稳 电能和中电升1.1% 是表现最好两只蓝筹 内地要求部分货外教育机构 转为非牟利 思考落同新东方股价 再跌超过四成 齐齐创新低 内地加强楼市调控 恒大同融创中国跌7% 物管股也都挨沽 护心股市四大指数都下挫2%到3% 当中护心300指数失手5000点 无线电视记者的报线报道 点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